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我是吴凡 那今天大盘呢 开高 那昨天晚上 美国升息三马如意骑马 那所以呢开高 那开高以后台股为什么往下跌 美国是真的大涨 升息以后三个爆煤撞起来 道琼四百多点 NASDA四百多点 会半一百多点 那为什么台股下跌 我常有说嘛 台股昨天 他盘中就拉了两百点了嘛 所以我一直谈到什么 我标题写到低买才是王道嘛 你原先预期三马 你逢低买嘛 那你看到美国股市涨了以后 大盘开高 我看到很多老师去追啊 那是又套牢了 短线上操作不是这样做嘛 因为最近呢 因为最近呢到年底选举前 都是金金涨 金金涨的操作呢就是 你要倒着做 你要懂得逆向思考 比如说你原先预期三马 那你就红低先买嘛 那你看到美国股市涨了以后 你去追是短线又套 我星期一才在讲 丁内百追长的 是他大概都套牢 这个礼拜红低买的 你就能做教嘛 那你昨天呢 有没有红低买 还是今天开盘去追 或者上礼拜去追高 那这个盘能不能做 当然是偏多嘛 但是你要低买嘛 国际股市都涨啊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大家看一看最关键的 NASDAQ 科技股 这里稍微拉近 是不是一个头肩底 这是月线际线 我连刷工两三缸哦 标准的支撑 头肩底 黄金交叉 往上走了 长八枚啊 是不是大气 那这样这个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那年限在这里啊 美国股市已经站上际线了 台股际线在哪里 台股际线在上面啊 那你要对照嘛 这样电子股能不能操作 静金长没有改变嘛 选举红利也没有改变嘛 但是如果涨太快 选举红利就危险啊 一定是倒头肩嘛 那倒头肩的过程当中 就是不能追价嘛 那为什么我这一两个人一直跟大家谈 你要低买低买不要追 别的老师去追套牢 那是他们的事嘛 那你自己呢 你心里要笃定嘛 那我带会员都是低买啊 那我希望看电视的观众呢 也都能赚到钱 那今天我的股票呢 优涨有跌 我说这个地方 大震荡融资大减回 一定会大幅震荡嘛 从马重分配啊 基本面减便宜对不对 可是今天有些基本面好的股票呢 还是往下跌 我们今天会一档一档讲 像今天呢 保龄户警 我唯一操作的生计股 今天涨 那欣欣呢 昨天涨 今天跌啦 申达哥 今天涨 资源 今天拉回 为什么有些涨有些跌 杨明光 平盘 我说你要注意啊 占资比45%喔 有机会嘎空喔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跟大家谈 大盘的地方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呢 我们对会员 抠讯上的解释 第一个呢 升息三马 地空出境 道琼拉尾盘大涨 台股找盘 开高 去追呢 短线是不是拉回 今天收黑嘛 因为昨天尾盘已经拉了200点了嘛 所以你要抄前部署 你要提前去低买 那今天追呢 短线是套嘛 这个很重要啊 金金涨 偏多没有改变嘛 大盘是很典型的金金涨啊 还涨 大头又跌嘛 又涨又跌 但是支撑呢 支撑是向上垫高的 量价没有失控 就维持这样的走势 金金涨 偏多操作 那什么叫金金涨 我们简单的用 大盘的10分钟K线 给大家看 这一天把这些东西都建一千点嘛 一千点以后呢 我是说呢 上礼拜去追的 短线 容易套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呢 这样去去热热 去去热热就已经进展嘛 但是呢 支撑是不是变高 支撑是不是变高 偏多嘛 倒倒去 那你再看一下呢 我们刚刚讲的股票 那我要说呢 这个地方操作 第一个 偏多没有改变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不能追价嘛 第一买 才是王道嘛 那今天来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昨天啊 昨天从户89点涨114嘛 这里一拉就200点了嘛 所以涨起这200点嘛 所以今天开关就拉回嘛 但是底部是变高的嘛 那重点是在昨天这个低档 你要去布局 而不是往上去做追价嘛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谈到过呢 恐慌指数呢 维持在低档 法人不担心 所以会员 安心偏多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仍然会有震荡 仍然会有震荡 所以拉上去200点以后呢 今天开高就拉回嘛 那操作上呢 你要去注意 那昨天呢 星星南店都大涨 今天拉回啦 昨天健康涨 今天平盘整理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呢 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看 我们一档一档呢 跟大家谈 我们先讲阳明光 阳明光建议持平啊 整理啊 在月初的时候这个地方 我是代会员买进 电视上公开我一讲啊 这个地方往上涨 加探6成 加探4成 平均 赚5成马 怎么会在这里去追 或者这里放空 目前农券来到多少 3000张啊 农资6700张 农资比45%啦 我说半坑的 半坑的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啊 如果大盘稳定 筹码稳定 他很有机会 就搭空上去了 那这档股票呢 不管怎么样 不管他怎么走 我百分之百 笃定赚钱的嘛 这一段 波段奏教嘛 那接下来呢 就涉停利的问题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保龄户井 这是我唯一的一档生计股 今天也是涨 在这里低买嘛 那我收过我不追价 那这里为什么低买 因为EPS成长 它5月份 一个月的EPS就大于去年一整年 所以在整理的时候 我们红低布局 不追价嘛 上去拉回 今天涨啊 这个叫大帐小回 低买呢 不容易赔钱嘛 今天也是去啦 今天大盘是跌 在震荡嘛 那大概赚多 大概赚 这里大概有赚 大概差不多10块钱嘛 那至少呢 这里要破底的机会呢 不大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 操作观念 我说几两个位 一直强调低买 低买才是王道 但是还是很多投资人呢 喜欢追价嘛 那我们看一看今天星星 彩板啦 跌停 他去年一整年赚8.98 今年上半年赚9.28 也就是说呢 他今年上半年 赚的钱比去年一整年还要多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跌停 这是我刚刚讲的嘛 低档一定会大震荡 融资会大减回 那筹码会重分配 什么叫重分配 那有一些融资断头的 会卖出来嘛 那有一些呢 融卷的会嘎空嘛 像阳明光 那震荡的时候一样 他震荡的时候呢 你就怎么样 同样一句话嘛 低买不要追价嘛 那我们可以看看之前 这之前都跟大家谈过 这阻底 阻底对不对 同样ABF载板呢 你买一档就可以了 不需要买很多 像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去卡位 最近拉回 你也没受伤嘛 这时候我一直强调低买嘛 那你低不买 连续大涨你去追 或者昨天去追 短线你当然能套牢嘛 南电 跟3189锦售都一样嘛 那我不止7月初讲啊 这七月这次嘛 这七月十个月我也再说一次 那为什么很多投资人呢 喜欢往上去追价 因为冲动嘛 因为不懂得逆向思考 那我再讲一遍 我们再进广告好 那这个地方呢 大盘金金涨 做都没有改变 会不会再破底 不会再破底 那选股上呢 第一买 因为金金涨 你要反向 你要反向逆向思考 然后你才有机会 享受红利 那第三季 不会涨太多 一定是在这扩底 足底 第四季选举呢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你才能享受红利 那这个地方是最难操作的 你要选对股票 你才会涨 你要第一买 你才会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公司提供了这个帮助 如果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 把电话拨通 名额有限 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产能够吴老师 感恩大优惠 今天入会只要58800 今天入会只要58800 名额有限 进行把握 创造线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社会开线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产能够吴老师 赶更大优惠 今天入会只要58800 今天入会只要58800 名额有限 进行把握 创造线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 资源也拉回 它从331跌了57% 跌到剩143 同样的它上半年 获利超过去年一整年 可是股价却腰斩一半以上 那我要讲的是 你在这里买比较安全 还是在这里买 那你现在有一些股票 是往上追的 还是逢低买的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嘛 每一次国家都是一个循环 那这两天拉回啦 那你是在这里去追价 还是逢低去布局的 同样的嘛 那你看到掌停板以后 那你往上去追 那是短信用套了 那我标题写的 你要记住啊 第一买才是王道 对不对 那你看到掌停以后去追 短信是不是套牢 那在这个地方 当然比这里安全嘛 那南电 载板跟资源都一样嘛 那接下来呢 申达科 申达科今天涨了 他七月初这里怎么样 涨停涨停 他填息四块钱啦 然后在这里做整理 那最近这两天又往上走 那你看一看整个K线 支撑这里嘛 那这里是不是一个头肩底 那这里是往上冲 那会不会来到这里 有机会嘛 那重点是这里是支撑 这里是支撑嘛 那目前呢 我们是续报嘛 那下半年 它是大幅成长的股票嘛 他因为整理了 大概两个礼拜 这里上去嘛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还有什么 像5G网通的质疑也是一样嘛 这里涨停往上走 填息六块七啊 六点七元 对不对 那同样这里支撑嘛 这里整理整理 最近呢 也不跌啦 那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我们先不谈嘛 我们先谈成长的股票 逢低买嘛 那这两党呢 其实走势都有点类似雷同 那下半年都是成长的股票嘛 那另外像彩玉也是一样啊 今天拉回 台积电转投资的啊 那我说他呢 新贵股王转上市 升不逢时在六月底嘛 抽签了全部在这里卖掉了嘛 那千里天突破 那最近拉回 在抽签股附近对不对 在这里做震弹嘛 那这里像不像一个底部 那如果你认同这里是底部 那有些股价拉回 你是不是要去注意 就跟当初呢 星星在低档一样嘛 南电在低档一样嘛 那你逢低不买 腰斩 那你往上去做追价 你怎么赚钱 那这一段要跟大家谈的是操作观念 大房方向要抓稳了 金金掌 年底前渠 享受红利 但是这里是一个高难度的操作 你要选股 你要逢低买 那需要帮忙的呢 趁这个机会 有标股也有优惠 要自己把握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恩夫吴老师 感恩大优惠 进入会议只要五万八千八 今天入会只要五万八千八 您很有限进行把握 穿线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专与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与之路 税务专线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首先还是一样跟大家提醒 你有货柜神雄的 注意一下这三档股票 除息都出现大量 长龙这个大量是法人在卖的 这个价位就一直没有过去 最近量一直缩掉了 这个地方如果跌破 你要迅速做处理 你要迅速做处理 那阳明也是一样 除息又出现大量 一样没有过去 那一样是量缩 那旺海比较弱势一点 因为最近除息 两个大量 这里有点摇摇欲坠 那旺海如果往下破底 你要注意 也可能会影响到长龙跟阳明 那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各股表现 六月混的时候 我们一直操作工业电脑 对不对 包括像红宝 像振华电 像建汉 那七月这里阳明光 那自圆南电 自圆南电最近有拉回 有拉回 那操作上你这要逢低买 你比较不容易受伤 赔也只是小赔 但是赚你可能赚一大段 那你像阳明光 往上就做到五成 那工业电脑红宝 这都已经实现波段了 六月的时候 那工业电脑六月的时候 都已经往上走了 那接下来自圆南电往上走 那当然这两档最近有拉回 但是操作上 我一直强调低买 低买才有机会做教 追涨你不只套牢 你可能会惨赔 那很多股票就是因为追涨 所以一套再套 套了三成套了五成 那最近来讲 我要用一档股票跟大家谈 我们还是讲到建汉 好好找一档股票足底 往上走 它一路震荡一路震荡往上走 量价量上去 价就上去 量缩低买一路往上走 那这个叫什么 标准的底部形态 找一下类似这种股票 一支一支去做吧 建汉当初我们怎么讲 这是六月嘛 这是六月嘛 那现在涨到这里啦 这阳明光 这一条刚刚是七月初嘛 这六月中嘛 这往上涨多少 涨五成嘛 有人办公 人家在探钱 你加上这资源嘛 标准的重挫啊 那最近涨上去 最近有拉回嘛 那我要谈的重点是什么 红低买才是王道嘛 那你回头再看一看 NASDAQ 一个头肩底架构 一个黄金交叉 一个红K往上走 那你还在在乎什么 能不能买 赶快出手 但是不是要在涨的时候出手 明天下礼拜都有机会拉回整理 你要红低买 红低买你才有机会 赚到钱 享受选举的红利嘛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啊 那你像阳明光 卷之比达到45% 人家在担钱你加上嘛 申达科今天也上去啦 财育今天拉回嘛 姿意也慢慢往上走 申达科也一样嘛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目前来讲 这一档呢 相当的不错 他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 那目前大盘整理的时候呢 来把握机会 让我来帮你 有优惠 又有标股 自己把握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青春 五出来 青春 八年 就由 一道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打敗懶得動 動不動就愛水蠻牛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超盤習性 擁有三十年股市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頗短操作 素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古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社會開線 02752586827525868